那個我本來都已經不想講了 因為我這幾天聽到這些鬼扯的話 我實在已經快受不了 真是鬼扯到幾點 我第一個我要講 其實你侯市長 你要喊超前部署 什麼都沒關係 其實你如果真的能夠超前部署 我身為一個在意黨議員 我都給你鼓鼓掌 我給你拍手喊讚 但是你不能光喊 你喊了之後 你真正該做的配套 你有做嗎 你有真正在第一時間 真的讓大家感覺到說 本土疫情來了 因為我提前部署 你看我新北市做得很好 如果這樣我跟你鼓鼓掌 但是你光是喊 該封城就封城 提前部署 你什麼都沒有做 那個指責 我都不要去跟你講說 那個數是怎麼樣 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如果今天我們的防疫旅館真的夠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確診者 他的家人 因為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獲得充分的隔離 結果造成更多的確診人數 而這樣的例子 我在這一週來 我已經接到不計其數 所以拜託不要再跟我講說防疫旅館夠 現在控 控那麼多 如果控那麼多 為什麼這幾天那麼多人 流著眼淚哀嚎 拜託 拜託再拜託 找不到防疫旅館 找不到可以隔離的空間 第二個 你知道嗎 他講喊封城就封城 這個東西也是他自己後來公佈的那個熱點 我一直提醒他 你不要公佈熱點 結果後來他自己公佈熱點 事後證明 五月十二號當侯友宜喊說 該封城就封城 准市集警戒 准市集的這個情況 立刻第一時間 我當天我立刻有講 我說這樣講 一定大家民眾搶購物資 他講完之後 第一時間所有的物資全搶 全風搶 搶到架上幾乎沒有東西 好我請問大家 後來證據證明出來 新北市自己做的疫調 就在五月十二號 板橋那幾家重要的所謂的大賣場 我都不要講名字 實在是很無辜 那幾家重要的賣場 全部都是確診者最多的地方 是他自己公佈的足跡 前兩天 侯市長還發一個梗圖 說有人在造謠 說防疫旅館都夠 隔離空間都夠 沒關係 你要說我造謠 你要講我處罰都沒關係 只要跟我曾情的人民 只要新北市民 真的遇到困難 他真的能夠充分隔離 我也沒有意見 我讓你告 讓你罵都沒關係 我給你照顧都沒關係 事實上是如此嗎 你知道這幾天 有多少人含著眼淚 拜託侯市長 我們家有確診者 給我去隔離旅館住 好不好 住不到 他們說一天五千塊 我也要住 住不到 請問指責 你這樣的數據哪裡來的 我再提醒大家 今天光新北市 幾個確診 我就講這兩天 光是新北市 超過一兩百個確診 一個確診者 你只要算三個隔離者就好 一個確診者 算三個隔離者就好 一天假設 有三百個確診 三個隔離者 就要九百間房間 你第一時間 請問你一千兩百間 你到現在還講一千兩百間 你不會覺得笑掉大門牙嗎 再讓我講一點 集中檢疫所 去年中央就講 特別在新北市人口那麼多 集中檢疫所多設幾個 結果本土疫情爆發之後 我們才發現說 新北市沒有半間集中檢疫所 請問我有說錯嗎 當時我們大家都嚇一大跳 那你請問你 超前部署 超前在哪裡 請問你到底做了什麼 指責 藍綠不重要 我坦白講 我今天何博文不當政治人物也沒關係 可是你要我講不說真話 我說不出來 因為我看到太多人 這幾天跟我澄清到真的掉眼淚 我實在是 對不起 我坦白說 我覺得在這個節骨眼真的藍綠不重要 不要再造神 我今天也不是在幫民進黨講話 沒有必要 但是我今天一票一票是選民選我出來的 我也呼籲侯市長 正是你的問題 正是這些人哀嚎的問題 正是底層的聲音 否則你所謂的超前部署 就是空話 就是神話 指責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聽到你在這個節骨眼還鬼扯那些話而沒有任何情緒的話 我告訴你那不是情緒 那個叫冷血 博恩兄這樣子 你個人接到很多的個案 覺得說有人確診 所有民意代表你可以去問你國民黨的立委 你可以去問國民黨的議員 你要我回應 國民黨議員有沒有接到 不要都說我 好不好 你個人接到 或者有一些民意代表接到這樣的狀況 這到底是個案 還是通案 現實的狀況是如何 我建議你做一個民意代表 你有那個權利嗎 你去掉資料 你把數字跟我剛才公布 我坦白說那個數字不會我生出來的 這根數字是我跟新北市政府要來的 看到的 所以一堆就知道有或沒有 是不是有救 再來 中益 檢疫所是由中央調度 指揮官陳時中之前就多次強調了 人要後送到哪裡 都是由中央統一調度 你這個事情要完全撇到新北市政府 有道理 包含這個防疫旅館 到底夠不夠 我就說了 或者你可以提供一個數字出來 跟新北市來對一下 假設有落差 到底是哪裡有落差 你這樣才有辦法對話 我坦白講 包含陳時中部長 也誇過侯友宜市長好幾次 所以我不認為侯市長在這 這一次整個防疫的過程 有什麼很重大過錯 你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尊重你的職權 監督就好像國民黨在監督民進黨一樣 民進黨政府一樣 監督OK 讓數字說話讓理性來說話 數字寫0 你去看5月21號 部分藍綠的民意代表 接到多少案子確診在家根本沒辦法後送 結果他跟你說沒有 確診在家等待送醫的是0 另外這個集中檢疫所 那天第一天開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第一天開全國防疫會議的時候 那個那個疫情指揮中心 大概問啊 那這個臺北市有沒有 那個防疫檢疫 集中檢疫所 臺北市說我們蓋了一間 大概可以容納兩百兩百三十幾個人 新北市蓋了幾間 新北市四百萬人口 少說一個兩間三間吧 沒有 新北市是0 請問這個叫做超前部署嗎 各位觀眾 我是誰 我是哪一黨 我是不是政治人物不重要 但是我告訴你 我是人 我是人 就這樣是最重要的 方老師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好像一個平行時空 柏文他遮叫很多這個案子 那市政府是說 現在都防疫力管都沒問題 那我就當面來對峙吧 否則我覺得對新北市民是不公平的 那因為 變成說 我相信國民黨的 這個市議員也有很多的陳情案 那既然是有這麼多事情的話 那變成我們現在針對一個 這個 這個我們 這個叫 矯正回歸 光這個東西 就批評陳時中批評是這樣 那我覺得新北市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 這個之前 比如說開城不公 現在感覺 兩個說法 天差地遠 我覺得數字會說話 確實如果有這段問題 那市政府應該要出來面對 而不是 言而道靈 好像我都 粉飾太平 也沒有必要 就針對面對面 跟博文來對峙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是